各位學員 我们刚刚讲的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提问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后半段 有没有问题 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努力 我们刚刚把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一个源起 跟它的一个内容 大概产生的一个成效跟问题做了一个介绍 那我们刚刚后面最后讲到就是说 它整个对外改革的一个外资外貌 对中国产生深远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影响 那从一个闭关自首的一个情况 到现在变成它跟全球的一个经济 有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 它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后半段讲的大概就是 这几年发生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对外开放 外资外貌进来以后呢 让中国跟全球经济紧密的一个结合 那结合的时候呢 金融海啸在2008年 因为美国的一个次贷危机呢 所以引申出来的一个全球金融的一个问题呢 就让中国受创很多 那为什么会受创很多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中国它几乎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所以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话 在美国欧洲跟日本同时衰退的情况之下 对中国的一个需求就大幅减少 那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 它所靠的主要就是外贸 出口就是出口 那这很少说美国也衰退 日本也衰退 欧洲也衰退 那大家都衰退的时候 对它的一个出口的一个需求就大幅减少 所以我们根据统计的话 在2009年 它比2008年要少了16% 那如果是以一个中国以出口为主的一个贸易程度大百分之六十嘛 所以它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停工失业 对不对 那停工失业的话 它怎么样去保持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 它就说它要扩大内需 所以你一天到晚都听到说中国要扩大内需 要转变它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模式 因为它过去就是从出口消费 跟这个投资 这三个来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现在出口大幅减少的话 它就希望能够从消费来增加 那可是呢 你要消费 第一个要有钱嘛 要有钱的话 那如果我们刚刚讲说 虽然经济改革农民的一个所得增加 居民所得增加 但是因为贫户差距很大嘛 还有一些制度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消费 第一个要有钱 第二个你敢花钱 那你如果说后面的一个保障制度不好的话 你也不敢花钱 所以它希望扩大消费 但是呢 并没有达到很理想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就要积极的一个财政政策跟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就是他们也加薪啊 我们花消费券他们也加薪 他们也有花消费券 也是一样这样做 那政府也是投入大量的一个货币 鼓励民间消费 那甚至这个让这个外资能够赶快进来 然后他也是鼓励出口 还是他过去的那些方法 那甚至他也提出振兴产业的一个方式 他也要大家节约能源 然后促进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大家听到的就是说 他投入四兆的人民币 来促进他的一个扩大内需的一个措施 可是有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效果 我们知道在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里面呢 他早期的计划经济跟双轨制 所产生的一些正商勾结的一个机会呢 在整个金融海啸里面 他的财政政策是打折扣的 我听他们的一个讲法 大概就是说如果政府投入一块钱 到最后的一个工程真正用了多少 大概只有30% 就是正商勾结的一个情况相当严重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投入4兆 但是你又乘以0.3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他就钱就一直丢进去了 本来他那一年大概只要 5兆的一个新增贷款 结果达到9.6兆 大概是两倍 所以很多钱在那里就流到股市 所以股市就大涨 然后呢 房地产就大涨 那要买房子的就很苦 就买不起 然后这个国营企业就得到很多钱 然后民营企业就带不到钱 结果国营企业就把民营企业并掉 就变成又走回头路 本来是你国企要改革变民企 现在又民企又被国企吃掉 大概是这样子 那国企他又有所谓的资金 有所谓的房地产 他就去炒作房地产 因为钱很多 所以国营企业他得到的钱 不一定是去生产 他就去炒房地产 那这个 这个就反正产生很多这个问题 包括生产过剩的一个问题 你说要做这个产业发展 结果就反而产生很多 这个这些产业产能过剩 包括钢铁水泥什么这些的 那生产过剩的话 就会变成什么 浪费资源 反正就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那我们回说一下 在2009年的时候 温家宝的工作报告里面 他就自己说 他的困境 譬如说贸易很困难 保护主义是抬头的 然后他的经济下滑 生产过剩 企业经营困难 然后需求很难 然后这个差距 地方差距很多 所以他的第一个 政府的工作原则 就是扩大内需 就扩大内需 从08年 09年 01年 10年 11年 甚至到2012到 2011到2015的 12月5月计划 也是扩大内需 所以这几年 你一定可以看到 扩大内需这个问题 好 那另外就是 人民币的升值跟泡沫化的一个问题 好 那人民币升值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一直为了人民币的那个在争辩嘛 好 那人民币 因为你如果出口很多很多你照理说你的人民币应该要升值了好从整个经济理论来讲是这样子 那他要主升的话就会变成这个外汇值多出来然后呢这个热钱会流进来好然后呢这个货币供给会很多好啊股市房价这个相对的一些问题通通出现有对内的有对外的那资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不是会泡沫化这个也他很害怕好大概是好那最重要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从09年10年11年甚至到未来 你也会看到通膨通膨都是问题好 好那这个除了这个经济面以外呢人民币的问题就变成中国跟美国的一个角力的一个重心 美国认为说你中国外汇存底那么多外贸那么多顺差那么多应该要升值 然后中国就说哎美国你是因为生产没那么多可是你要消费那么多是你们自己应该要增加储蓄好就是说整个外部的一个经济不平衡好所以各各各有说辞好所以就变成两边的一个争执就从经济问题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政治问题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暗潮汹涌的好那美国为什么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那么在乎 因为这个牵涉到就业的问题好那你都进口进口自己没办法出口没办法出口美国自己的工作机会就流失 尤其对于某些产业特定的产业就比如说纺织业中国进口很多美国自己的纺织业没有办法生存那他的纺织工人怎么办失业的问题失业的问题就会牵涉到政治的一个问题所以美国的那个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很有趣的这个人民币的升值贬值又牵涉到美国的国债问题好他又买了他很多国债好所以这个 还蛮复杂的那如果说美国把他的中国把他的国债卖掉照理说那个美国的债券会价格要下跌了对不对供给增加了嘛可是又刚好碰到最近那个什么Q就是他是不是要美国QE3好是不是要宽松货币所以全球的那个股市又在下跌那也在讨论说是不是会有双 就是会在第二次的衰退所以要第二次衰退的时候呢大家又去抢美国公债所以就中国把美国公债丢出来可是呢大家又去抢美国公债结果美国公债的那个率的那个价格又上升所以就变得很复杂就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改革对全球的一个正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 从七八年改革到现在三十几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顾就是说因为改革 所以他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没有被绑在集体所有的嘛譬如说我们说农民工有两亿人嘛这个大量的劳动力出来的然后呢劳动力出来以后他就有所谓的这个这个空间出来了譬如说他开放沿边沿江什么这个沿海然后三角洲什么一直开放 所以配合劳动力配合他可以去投资的地点所以大家就去那里投资了外资就进去了那他们中国的所得增加的时候他就提供大型的消费市场他认为说他要他要从这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世界工厂的角色变成世界市场的角色大家有这样的寄望跟梦想 那当然也是因为他在2001年加入WTO的规范的时候他的一些行为就比较变得可预测的就是坏孩子会要遵守规定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他也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包括这个他加入这个东协就是东协加山什么什么这些一些区域的一个整合那他开始扮演部分的国际经济 经贸主导的角色尤其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呢大家一直寄望中国的一个经济能够带动全球经济的一个复苏这是从正面来看中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贡献但是这个同时也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13亿人口要干什么或是什么的他会带动全球的一个物料的上涨他需要大兴土木的时候刚才就上涨他需要粮食的时候粮食就上涨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量太大了那环境资源的一个破坏其实环境资源是大家共有的一个资产他这个为了要出口啊然后用水用电用什么的会这样子另外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个黑心产品的管控也不理想所以这个大家都是受害者甚至在这个三绿清安的乳奶粉事件这个是有史以来全球性的有系统 这种的食品的污染这个非常的严重那另外就是说周边的国家会受到他的影响你看我们刚刚讲他说他19年连续是连续19年是华达中国家的一个外资涌入最多的国家那对于周边的印度啊或东南亚国家甚至台湾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本来外资应该要来我们这里的跑到别的地方去成为经济的黑洞那对台湾更不用说啦这个磁吸的影响就太厉害了太直接了那跨国企业在中国也有一些经营的风险 然后归宗到最后就是中国的威胁论这个不止在亚洲在其他国家甚至中南美洲都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他的产品到哪里都是威胁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讲说中国他的一个经济发展有他的成效有他的一个好的一面有他的一个对全球负面的影响 但是他自己也面临很多的一个困境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人民币的一个问题预期的一个升值 所以他热钱都不断的一个进去而且这个热钱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大概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 那个热钱要么就是几十亿要么就几千亿就这样子跑来跑去的 所以对中国的一个经济稳定有影响他也面临通货膨胀的一个压力 那他的外贸推展不容易扩大内需也难因为在金融海啸之后 每一个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开发中国家都希望能够自己改善自己的经济 所以都希望能够拓展贸易所以大家都要拓展贸易的情况之下 就很难中国来拓展 不过在这个09年我们刚刚提到他下降了16% 可是在这个2010年他的一个外贸又成长了31% 所以他又恢复到这个2008年的一个情形 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必须要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升级 那另外就是说山农的问题包括农民农村跟农业的一个就业问题 農粮食生产的问题 这个都是很难解决的 还有人口越来越多13亿人怎么去吃饱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老化的问题数值的问题 老化他现在已经13亿里面大概65岁以上的已经超过10% 13亿那就在1亿3000万都是老人 然后他这个大概有2亿 2亿是在维生水准以下的 就1.25美元之下的很多穷人 那另外这个人口里面还牵涉到什么 男女性别不平衡 很多人到了适婚年龄几千万人找不到老婆 还有就是这个人口的这个一台化的一个问题 以后年轻人要负担老人 很重的负担 现在六个老人 六个大人养一个小孩 那以后就这个小孩去回馈吧 大概是这样的 那生态的一个问题 生态破坏的问题 所以温家宝他自己也说 中国呢他是发展不平衡 然后呢不协调 然后呢不永续 也就是说失衡失去失调 甚至失去未来 当然他不会这样讲 不过我们就这样把它解读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一个问题 那他们对自己的问题也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未来的2011到2015的12个五年规划里面呢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国际经济 国际环境大环境 这个气候变迁 能源粮食 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 这个是外部的环境 那中国内部的情势呢 他们会投资消费这个问题 收入差距的问题 科技创新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问题 农业的问题 发展城乡的一个问题 就业的问题 物价 社会矛盾 一大堆问题 所以他有没有问题 很多问题 他要解决 怎么解决 很难解决 那为什么很难解决 我们如果从政治面 经济面 社会面来看的话 这个都是 击重难返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是一党独大 一党专政 那他一直担心 他的政权不保 所以他一直要 要发展经济 因为他以为说 人民有钱 有饭吃就好了 所以他要发展经济 所以他一定要维持 他的经济成长率 一定要维持他的就业 所以就会导致 其他的经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资源利用不当 或什么什么问题 所以他就要采取 高压专制的一个手段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会出现 因为不民主不透明嘛 就会出现贪污腐败 这个不公的问题 或是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一些 矛盾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政治面 那这个是从早到现在 一直都存在的 那譬如说刚刚我们提到 温家宝说要政治改革 非常敏感 大家又不敢讲 那经济面的话 就是说虽然在1978年以后 他慢慢把这个计划经济的一个 一个做法慢慢消除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他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人为调控的还是都存在 从这个1988的宏观调控 93宏观调控 98宏观调控 2003宏观调控 2008宏观调控 甚至在现在他也主动说 我要做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几乎都是他在管制的 用宏观调控来管制 那这样的话就会牵涉到 效率的一个问题 那产能也会 已经出现很多产能过剩的问题 资金忽烂的问题 那企业的一个效率不张 或是地区差异 资源利用不当 就很多经济面的一个问题 那你经济面的问题 要用这个政治的手段去解决 就会出现不效率的问题 没有效率的问题 那牵涉到的 整个社会的 的一个 深层的一个问题 那就更难解决了 因为社会面就牵涉到 人的问题 那人这么多 我们刚刚提到 就数值也有问题 这个男女比例也有问题 老人化也有问题 这个很多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 就天然禀赋来看的话 总的来看是很多 他什么什么 很多都世界第一位 问题是你分到13亿下去的话 很多都100多位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结构的问题 山农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 这些都是 社会面的问题的 长久的 这个引爆的 可能的一个 引爆线 包括这个 两者安全环境 这个影响社会的 一个稳定性 是社会问题 所以政治面 经济面 跟社会面 其实呢 还是都是相同的 归结到整个 就是他的制度面的 一个问题 可是他制度面 要怎么去改 改了30年 只是改了局部的 他也只赶从体制外 慢慢到体制内 体制内经济面 到政治面 所以是有在改 但是谈何容易 所以我简单 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就是说 中国整个未来经济的 一个展望呢 是应该怎么做 最重要的 我认为呢 应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提到 农民那么多 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他的内需怎么去扩大 他的所得怎么去增加 所以呢 他农村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先解决 发展农村经济 解决失业问题 才能够吃鸡消费 才能够填补外贸的 一个需求 这样才能够促进 中国的经济的 继续发展 起码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如果根据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总的都很厉害 但是呢 分到个别的 就一点都不厉害 这里是2008年 IMF国际货币基金会的 一个资料 就是说GDP在180个国家里面 排名第三名 那我们如果根据2010年 中国现在的GDP排名 是第二名了 那他在08年的时候 分到每个人的时候 是101名 我相信 我是没有查到 2010年的资料 我相信 现在也应该在 100名左右吧 人一样继续增加嘛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中国他的根捷 就是人这么多 贫户差距这么大 然后呢 就是又不是 都是高素质的 所以呢 很可能呢 要注意处理啦 如果不注意处理 这个经济崩溃跟 社会解体的危机 是存在的 那他现在能够 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 好像表面上都 表面上都好像 与大国自称 对不对 这是我的解读 等一下可以听听 大家的意见 我认为 这是因为人民对中国 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 自己本身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骄傲跟 跟 跟 拥护啦 就是说人民支持这个国家 然后呢 他支持这个政 就是支持这个国家 所以他以这个国家为proud 为骄傲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可以忍受各种不同的 那如果有一天他发现说 外面的世界是这样子 他也许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这是这是我的想法 那也许可以等一下各输己见 那我想我的报告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剩下还有20分钟的时间 大家自有提问 谢谢 不好意思 像签署ECFA 像这种会不会造成台湾的经济的会不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ECFA这个问题 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完全不相关的 但是跟我们台湾经济是非常相关的 但是你要 我们先这样看好不好 ECFA的一个签订 在去年的6月 我看看 我们是2010年6月29吗 29号签署ECFA 2010年的9月12号ECFA生效 2011年的1月1号ECFA的早收清单 生效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步骤来看 那第一个签ECFA里头 因为ECFA是一个两岸的去讨论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ECFA有一个前提就是架构协议 它一个framework 架构协议 ECFA就是一 ECFA一就是经济 那不是有一个ECFA吗 ECFA就是framework agreement 那什么叫架构协议 架构协议就是说 我先盖一个房子 我先这个硬体的 这里一个房间 这个一个房间 我这个房间是三个房间 那里面要干什么 不知道 那这是后续我们要去讨论的 所以你就说 ECFA对台湾经济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但是它怎么影响 就要看你后续的讨论是什么 你这一间要变成客厅 你后续的装潢就是客厅的装潢 你要变成厨房就是厨房的装潢 那现在ECFA签议以后 它告诉你说 总共有几个房间 但是里面的一个房间要怎么做 我们后续再谈 所以你说对台湾的经济的影响 要讲得更详细的话 你要看后续怎么谈 所以后续怎么谈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姑且不谈后续 我们就目前来看 ECFA的协议里面 它牵涉到第一个 就讲它的目标 然后它要做什么 第一条是它的目标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条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 第三条呢 ECFA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个 货品贸易 那货品贸易里面讲什么 就是有早收清单 有降税关税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部分是什么 叫做服务业贸易 服务业贸易里面就谈到什么 服务业的贸易里面谈到说 服务业要开放什么 要怎么做 好 然后再来呢 一个部分就是要谈到说 就是我现在是就ECFA的那个条文 来看它的内容 再来呢 这里就要讲说 ECFA里面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终止 然后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有什么争端 要怎么解决 这些 整个ECFA的一个 其实你只要看ECFA的一个网站 这些全部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在讲说 ECFA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很多都是集中在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签署之后还要生效 生效之后还要牵涉到早收清单 现在比较清楚的影响 大家都是集中在早收清单 不是 早收清单就是在那个 FPA的一个架构里面就是说 我们两个签好了 对不对 我们什么要先做 已经确定说我们可以先做 那早收清单里面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我台湾在商品贸易里面 有267项的商品 让中国进来我降税 这个就是早收清单 那降税可以分成三阶段 你如果原来的一个税则是在小于5% 可能现在第一年就0%了 如果是小于10%的 就怎么降税 它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降税 它这个都有规定 所以我们给对方的一个早收清单 你要进来的那个产品里面 如果在这个267项里面 你可以申请去符合这个东西 我台湾的关税可以减少 那这个267项对中国的贸易进来台湾 有没有利 有没有利 我们给它减税啊 有没有利 有 中国给台湾多少 539项 所以不是那个把政府说 我们给它比较少 它给我们比较多 所以是让利让利 有没有 它给我们539项 那539项里面呢 主要分成几大部分 那个报纸一直在讲说 农业有18项 有没有看到 报纸都这么写嘛 18项里面有什么 什么活鱼啦 什么这个 什么新兰 文新兰啦 这个有18项 那18项里面呢 其实我们如果再分 那个是税 税则嘛 再分其实有很多项 你秋刀鱼啦 冷冻的不能冻的 这个就不讲了 所以这个农业是一项 石化产业是一项 机械工业是一项 还有一个汽车运输工具是一项 还有其他 那这些500多项 如果是台湾的东西 要出口到中国的话 它也是有降税的机制 它也是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 你本来税则是多少的 可以降到多少 所以这530几项 我们要出口到中国的话 就有利 所以如果就这一部分 已经很明确的来看的话 就要看 我们真正时间要看 从1月1号到目前 8月 应该有的统计 最新应该到7月底啦 到底我们这个时间的出口 到中国的出口 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它进来的这个267项 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个是最直接去看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但是这个是很明确的 但是也是很局部的 那至于说 这个后续的谈判 因为它不是两边成立一个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两岸交流 两岸什么协商会议 那个各派多少代表 它目前到现在开过一次会 第二次会大概是9月要开 那会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那这个是很明确的 可是对整个局部来讲的话 ECFA跟中国的经济 它就是让两个经济体紧密结合 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我们这样做是对 是把台湾 因为我们跟中国的那个经贸 本来就很紧密了 那再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果 商人一定会根据这个去 去赚取 就是自己有力的一定会去做嘛 对不对 我出口有力 我为什么不出口 然后呢 他要进来的 那个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那这个就会变成 中国跟台湾的经贸 经济会更紧密的结合 那更紧密的结合之后呢 台湾会受到中国的影响是更大的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好好好 这总共 说话根本就不算话 立白杂教育也不好 你知道吗 所以说罵他根本就是在骗念台湾人 以前台湾人都说话都很好骗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到这个经济 跟他们是没啥好 现金来最好 像这个鱼油 鱼油 你敢知道吗 一万块 要让他人家交给他们一万块 他们在那里先的七千块 纯三千问你怎么办 他要做好 没办法 权商也要做 结果三千 他先给你一千 那两千把你缺 缺几十个月 缺六个月 缺到台湾人都没办法做 这种情形都是熟悉的事情 所以说 没有人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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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X-PA跟S-PA S-PA 你主要是在说香港 你是说香港的S-PA 中国跟香港的S-PA 他那时候是香港自己要求的 香港就1997回归中国 然后经济就很差了 所以他那时候自己就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说 我要自己有紧密关系 然后我要有什么什么优惠 刚开始 中国也没在心当这件事 是买了 英国香港强烈要求 说怎么怎么 所以他们重新重视这个事情 他去签 那去签也是同样 就是说 不是一次就签 现在的情形 他也是 那时候开始签 就是 每年每年都有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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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增加 增加 又变成现在的情形 所以你说 中国跟S-PA 跟X-PA 其实 也是很同样的 就是说 那时候 我们要签X-PA 也不是中国自己要求的 其实是 我们自己去购买的 那我们自己去购买的时候 中国也觉得 那也好啊 你如果爱我 就自己签了 因为中国 他本来 一贯思想 就是都要 跟台湾 紧密结合 他过去 江八点 还是什么 湖六点 还是什么 就是要跟台湾 就这样 所以 你自己来说 要签好了 所以 他就拍板定案 好 来签 但是 要签的过程 就是 因为 现在 台湾自己 就 完了 经济改革后 算是高层有高层的想法 民间企业有民间企业的想法 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想法 所以 真正在谈的时候 就是 这边的官员跟那边的官员在谈 虽然 上面说要签 但是 官员之间 他会有压力 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官员 他有企业的压力 这边 台湾的官员 他也有企业的压力 就我刚才说的 早收清单的谈判 如果是列进去早收清单的时候 他要对我们降税的时候 他那边的企业 就让他们压力了 这边的企业 就让我们开放的 谈略给我们政府的压力 所以就是说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 他们就是要来回角力 所以 说起来就是 我们自己要挨的 那边说好 但是他们也是要接受企业的压力 所以那时候 马英雄不是说 六月当时 就一定要簽 所以 那个就变成 在谈判过程中 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一定要有结果 所以我们一定是不理的 他就说一定是当时 那至于说 那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 可能就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毕竟在97年之后 那时候美国 台湾跟香港 他们就是 其实就是都中国了 所以 好说 那 那 他为了要香港的发展 因为香港是他的样本 尤其在98年的时候 那个亚洲金融 风暴的时候 他97年回归 98年英国 香港就经济很惨 所以他就不计成本 去提供他的发展 但是他跟台湾 他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那另外就是说 整个结构也不同了 香港 他没有什么 制造业 我们的制造业 是我们很重要的 你的货品贸易里面 制造业 是很重要的 大概 他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所以到底 ECFA是FTA 还是不是FTA 到现在 马政府也没有说清楚 大概是这样子 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要请教田博士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中国那边 仿冒品这么多 什么都有山寨板 包括这个高铁 他也从日本抄袭过来 做局部 改良 还是怎么样 就比这个 他的技术 我刚才看到 美国 他现在 好像开始 要建构这个高铁 高铁 铁路网 他也中国 他也是想要去 造标 想要去投标 因为这次 撞车以后 对于他这个 山寨板 因为我们台湾 如果留下 美国就有301 他在做菜 那些 做菜 说我们是仿冒品 那些 那些 是怎么重要 山寨板 什么东西 都有 也很少看到 有在做菜 那些 他现在高铁撞车以后 对于他这个 高铁技术 在国际上 是不是要有地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外国的经济分析机构 有些是在提出警告 中国经济会 硬着陆 我们的陆委会 好像一两个月前 也有给我们台商提出这一种警告 依这个田博士的看法 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前景 是不是可以做你个人的预测 谢谢 你刚才从后面回答 硬着陆这个问题 上讲硬着陆 中国经济有软着陆跟硬着陆 那硬着陆就是说 他用宏观调控 譬如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来控制 就是来作为一个 影响他经济的手段的时候 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让这个经济平稳成长 然后也没有什么通货膨胀 一切都非常顺利 这个就是软着陆 如果说他这个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 这个调整的一个结果 出现这个经济大起大落 还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 这个情形 那就是硬着陆 那事实上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 中国经济他现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非常严重 所以应该是已经是在硬着陆了 另外就是说你看他现在整个这个 他的股市也是一样 就是也是大起大落 然后整个这个就业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失业的一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未来的前景 刚才我们说他都寄望于他的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 但是呢扩大内需没那么容易 所以他就从哪里讲 他就说希望提高他们的所得 提高他们的所得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工资改革 那工资改革 他就对外商外资和包括台资企业出水 你说是怎样 富士康对高伯的薪水要跳到两千 对吗 他那时候跳楼的时候 他的高伯跳到两千 那是怎样 日本的厂商 在中国生产 买来的时候 就因为富士康的原因 一些日本的 我的小孩像丰田 他们的汽车零件厂 也是都放百公 百公、谈判、谈判到最后 也是增加薪水 那就是说 中国他希望扩大内需 一定要有钱 有钱你就是要 像农民 就是对工资起来 那工资起来 其实照他们自己说 两千块的工资 对他们来说 还是很少 还是很少 那如果很少的话 表示他这个工资 还是继续会涨 继续会涨的结果呢 这个就会牵涉到 他产品的竞争力的问题 你如果生产东西 什么工资都很贵 那他要出口到国外的话 他那个产品价格就上涨了 所以这个又牵涉到 竞争力的一个问题 所以 所以其实他这个 动一 动一法 就是 就是 就是千里法 动全身 就都有 相通的 所以你说 他未来的经济的前景 如果因为我们说 整个经济成长 第一个 他的 过去是要出口 然后要消费 要投资 那如果你的出口 要继续增加的话 国外也是有一些问题 因为你碰到你人民币 升值贬值的问题 那你消费要增加 你一定要 你的所得要增加 你所得要增加 你一定要做好你的社会福利的 社会保障的问题 你才敢花钱 要不然他们的储蓄率60% 你探100块60%要储蓄 储蓄 储蓄干嘛 以后你养老啊 你要看病啊 要干什么的 这些 另外就是投资 他这几年的投资 全部几乎都是政府投资 政府的财政有多少他投资 政府的投资也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效率的问题 所以未来中国的一个经济 能不能做得好 就要看他这个投资 能不能由民间来投资 能不能引发民间的企业 愿意去投资 这样资源的利用才有效率嘛 那是不是他的所得会提高 平均分配的会改善 这样他的一个促进内需 大家才会去买东西嘛 然后你那个出口的话 就会牵涉到说 你这个人民币是不是会升值 你如果升值的话 你可能进口就会 你的原材料什么什么 才会改变你整个生产的结构 你如果一直要出口出口出口 你又没有进口 来改善你的生产结构 那怎么去调结构 怎么去扩内需 所以他未来的一个经济问题 是蛮复杂的也蛮多的 这是前面的一个问题是 高铁的问题 其实他们很自豪 就是说他们的高铁的系统 在2013年会完成全国一体化的 那个铁路系统 所以现在是2011嘛 所以其实他们还有很多都在建造中 所以他们说2013年整个全中国的交通系统 全部布好了 他们就全部都一体化了 又不一样的一个光景 那整个经济实力 整个国力就提升了 但是就是因为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以美国这样的一个 美国或日本或什么 他们是不会轻易让这个东西去他们那里去投资 或是去干什么 因为大家很不太能理解 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人命的一个人权 跟在这个中国社会这个完全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冒这个险 那中国他对于这个山寨版这个东西 其实其实不只是 几乎各行各业都有 我去年去年7月去厦门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厦门有一个地方 福建有一个地方叫鲜油 那鲜油那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农产品 所有的仿造 通通可以在那里做出来 鸡蛋 他也有仿造的鸡蛋 反正什么都有 你没有办法想象 而且众所皆知的 所有的都是假的 他们也没有 政府好像对这个事情也是弱无睹 因为已经很出名了 先有什么 你要假造什么 他通通有办法 那依此类推 你说像现在那个 他那个i-form 那个不是说在云南在哪里 这样子 那当然他如果做得太过火的话 美国一定会出面 但是这个都是会牵涉到 效益跟成本 比如说他要抓他这个要付出多少代价 或是说可能已经在进行了 在什么样的一个恰当的时机 来做处理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大概是这样的 要一下 刚才我们听那么清楚 分析 讲解 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这个头脑很简单 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中国大陆它是 不管它是政治面 经济面 社会面 各方面都是无法解决 而且又是它的生产 它的生产品都够剩 如果不是台湾来接收的话 它可能也是经济会泡沫化 它是一个 中国大陆是属于一个 经济泡沫化 而且一个假象 一个中国大陆 那为什么我们的台湾那个姓马的 为什么去来接收他签F法 为什么跟他签F法呢 因为你想一想 你七百多万票支持你 你为什么把台湾的人民支持你 你的良心何在 你把台湾这些百姓 你那个良心被骨咬去了吗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和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签F法 你可以 你可以跟我们亚洲地区的这些国家 像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 或者南美洲 日本 你可以亲美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亲中 我一直在不明白 你这个马 为什么这个心态 我现在一直想要了解一下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一直头脑很简单嘛 我就一直想这件事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请你回答吧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在座的一定有 有人很想去回答这个问题 有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你要回答好给你回答好 这个ACPA 其实我刚才是你问 其实我要问你 你是我问你 你打的是不是我要听的 我不好意思再给你问 因为CPA ACPA 跟FTA 这名词 全世界都给FTA 没有人有CPA 跟ACPA 这都他们自己发明的 就是 怕FTA 怕国对国 那他自己签FTA 就是人 就说 你是台湾共和国 我中华民国 就要自己 中国 自己签 对不 是这样的问题而已 不然他 妈怎么就 揪来揪去 他就怕 不敢用这个 这样而已 我看不是只有妈的怕 我看中国也怕 他也没的 两边都没的 对不 要有什么问题吗 不过我简单 就这个太太的问题 简单说几句话 我来看法 基本上 我们知道 说 这个 金盖教一团 来到台湾 并无心 在这里 回去 在这里 跟我们 一起合作 他 他脑海里面 他虽然说第二代第三代 不要说第一代 第一代他就不用说了 他脑脑 哪有台湾人跟台湾 第二代第三代 受他的扶行的影响 脑筋里面 充满到中国文化的灾 你知道吗 所以 比较深 也想说 为 要 将台湾 佛这个中国 所以 参与 也是 同样 他在執行 他们老 被 遗致 是 他要一直向台湾 说 你要做总统 你就把台湾招呼 北京 所以 这是一步一步就进行 我在2008年 台湾的 境界瓦 那些文章里面 我就一直 培行 大幅度 很大的 福度 对中国的开放 那当时 我 参加台湾的群策会 的 学术演讲会 下一位 台湾人经济的 那些渭楼 说 对中国的开放 是四楼 不是渭楼 那些 那些 我在说 这个 阿根廷 阿根廷 经过30年 1945年 他的培隆执政后 他就 这个 军人 培政 生理人 就走 走去的时候 资金一直滑流 30年 变成世界 最善选的国家 阿根廷 请不要为我哭泣 大家看那些电影 就知道 那里面的动乱 打到这样 死很多人 很可憐 没人吃 那资源 豐富的地方 没人吃 一直 我用这个东西 拿到台湾 看 台湾 在1990年 以后 资金一直滑流 到这个 这个中国 香港 我们要往前 跟家庭 在1980年 开始 因为 中国跟英国 在说 香港条款 的时候 台湾的资金 就开始在滑流 那些街灌 是都滑流 去 新加坡的 或是 澳洲纽西兰 或是 美国的 但是在1980年 到1990年 到1990年 中间 漸漸已经有 偷偷走去中国 在1990年 到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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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2090年 已经30年了 但初期 这个10年 不值 1990年 到1990年 台湾的资金 外流 是 很少 1990年 到1990年 到2090年 到2090年 中间 因为是 改革佣金 改革佣金 这个政策 李定位在96年 拿出来 是含着5千万以下的 5千万以上 都要严格 深渣 有那些必要是没有 影响到台湾 如果有 就倒下不可以 但你要想看看 旁边 政策的时候 他就说 一家开放 一家开放 平均 在他接政中间 每一批的道主都超过 平均 就是说 超过 一年到 300年 平均的量 可能都差不多 1億到2億 对8千万 9千万 一直增加到2億 3億 这次不得了 5億10億 就出去了 所以这是台湾 族金的流血 变成都台湾的经济 要超过 中国的经济 發展 中国的经济 如果崩下 台湾 有很大的影响 对通牌来说 他要了 十几年来 在你任何接政时代 我就一直跟他 认定政策 絕對要禁止 中资来台湾 他也很贊成 絕對不能让台湾 去台湾 做中国 去做農業 投资 他也贊成 但是 九六年 他 民算 動算 之後 他找一個 蓬奏 開放 台灣農業 對中國投资的人 做農業 委員會主委 我就跟蝦伯說 我就跟他講 你之前是叫我們蝦伯中 反對 農業對中國投資 你現在九六年的時 你前面都沒有在把關 這是做生中來 台灣的農業會很害 這個資金方面 他有在控制 九六年開始 控制到兩千年 但兩千開放的時 資金一直流出 所以 旁邊時代 李政委時代 自殺的人口 不超過兩千 都 一千月 千幾月 千七八月 都說不得了 旁邊執政中間 超過兩千 三千 四千 超近五千 超近五千 每一年 跳樓主宰的 師傅團主宰的 他們四年 工廠跟他唱 像錢都拿到中國去投資 很多人四年 小孩要吃飯 小孩要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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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要帶小孩去 跳樓的 小團 跳水的 術宰 都整天 所以你看這個經濟 海事人 這麼多人 做這個事情 一看簽下去 早說清 我們發現說什麼 對我們一般的基杉 的老工跟農民 是沒有什麼好處 但對財團是很肯定 因為 從今要出去 沒有很多 他利用那邊那裡 他的優惠條件 去賺錢 所以變成 這個 這個行李人 已經沒有祖國管 這 長久下去 對台灣是很賣 就是說 我們台灣有緊迫性 對中國人來說 對台灣的中國人來說 他很高興 他說 雜盤會通的 但對我們本地的台灣人來說 緊迫 大部分我們可以了解這個危機 他都睡不著了 好才知道 我們民進府都適時 熄時 三省我們的民進府 我們現在去演講 說到我們法理建國會理論論述 大家聽到都放心 我這樣 去宜蘭 參與我們的秘書長 參與何君 去宜蘭 去台東 去嘉義 去中部演講 聽到說 哦 聽到你這樣說我就放心 不敢說 中國會去有這個馬英雄 台灣人去有馬英雄廟 中國呢 台灣人有夠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要 用心 來經營我們這塊 用心 骨心 來走這條路 可能我們 這個 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 才有可能 帶領我們本土台灣人 離開 中國的營養 離開馬英雄 這個總統 用終極統一的營養 來邁向我們的 主題跟建國這條路 我做一個補充 請大家做參與 謝謝